歡迎回來我的頻道 我是酷炫 我是愛萱 我是愛萱 姑娘 熟了 好 我們要來看一下 這一些在視頻上最常買到的 玉米脆片 哪一款最好吃 小雞蛋小雞雞啊 這些裡面啊 你們常常吃過的 玉米麥片到底健不健康呢 其實他們是很容易有飽足感 久吃也是有可能會變成更神奇 因為大家都去比啊 你們自己平常以前早餐常吃麥片嗎 不常 我跟你講我最常常吃 都沒有 晚餐的時候 一個人在家 我就一拔一拔 所以他會這樣子吃 我買一盒蛋去寫香 然後三顆的時候吃 不是要配牛奶 你們都乾吃啊 早餐是牛奶會肚子重 零爐湯不帶症 肉依拉死 從小爸媽帶到大 每一天早上都會為我吃這個 可能是因為他們這種敷衍的養髮 導致我敷衍的個性 第一款 五彩球 那時候選這一款要特別願意嗎 第一次人都會帶一罵 是嗎 這個名字我們都很來罵 我們都說 第一次餵了 然後這個不算髒話 所以不會被老師 也不會太over的玩笑 是喜瑞兒啊 這樣子 我懂 第一款要吃的是五彩球 第二款是蜂蜜脆片 加勒絲 我們會以這個為主 那它也有巧克力版本的 COCO CRUNCH 因為是餅乾形狀 我們來看一下人家的口感如何 COCO也有很多種啊 哥哥脆啊 哥時趣的感覺 我們應該會來放在嘴裡 還有最後這個我覺得 小朋友應該比較不喜歡 但大人都很愛 很累的啦 看起來太健康啦 這個 我們就來看一下 你們大家最喜歡吃哪一個喔 以後爸爸媽媽就知道 買哪一個來 先測小朋友 補彩球 馬上開吃 你們都是習慣先到 先到牛奶 那是一個宗教構陣 你說先加牛奶再加這個嗎 我跟你說一定是要先加料再加牛奶 料一定要加到超滿啊 先加牛奶然後吃一下料就沒了 然後又要再補料 然後是種 沒有要先加牛奶 沒有 其實對了 可以看一下它裡面 大概就是長這個樣子啦 還有一個圓圈圈的 也是彩球類的味道 我們來試吃囉 感受一下 我覺得普通耶 我覺得沒有太甜 我覺得已經夠甜了 一包牛奶就甜甜了 你們覺得咧 很普通啊 但是小朋友看到會很開心 看很多顏色 看熱的感覺 但是吃起來就沒有什麼味道 這款無彩球 就是重看不重的 五顆星石頭餐 一 二 三 兩顆 第二款 我們要來吃的是 Gold Honey Flex Chips 好粗的喔 這款有小朋友們吃過嗎 沒有 沒有 都沒有 堅持添加全骨的成分 看一下它的形狀怎麼樣啊 這看起來就一般玉米片喔 顏色很乾淨 外型沒有太多糖的感覺 我們就來看看 這個吃起來 味道怎麼樣 還不錯耶 就比剛剛那個甜 比較好吃 小朋友會比較喜歡 那妳覺得咧 比較甜 比較 血皮 淡淡的味道 淡淡的味道 它很像 簡單吃的話也可以 五顆三給分 口感很好 味道不錯 一 二 三 給分 四顆 馬上進入 下四款 冬妮玉米片 冬妮餅 很厲害喔 爸媽要敷衍小朋友 幫我自己要去敷衍自己 會不會 冬妮玉米片的營養與美味 為你開啟美好的一天 精選 你們要練習講話來先練 我們要練習這段 夾樂是冬妮玉米片的營養與美味 為你開啟美好的一天 謝謝 各位廠商如果要自錄的話 我下次會叫他們起來念課文 這個就是經典的 碗熊飼料 但是如果要去外面吃水果優格的話 大家可能會怕加這個太甜 加一些比較素的奶奶 米蘭要說啊 我幫你加 海鮮也沒有 米蘇 奶水這麼少 難怪這麼瘦 爸媽要再多餵你們吃點東西 第三個 試吃開場 我發現一整個月每天都吃這個 但沒有人比我還愛吃綠麵 人覺得味道好吃 就跟剛剛 老公學會講話 就跟 就跟剛剛那個一樣甜 我剛才剛去的 你看那個比較甜 它這個比較薄 比較薄 我拿出來比一下 你會薄的 我看有沒有比較薄 它有這個比較薄耶 很薄 看得出兩個的差別了嗎 有 它這個比較排 一百二三種 然後起來很薄 它是有調到 到底要泡到軟軟的還是硬硬的嗎 一定的 沒有比較好吃 誰不喜歡一定的啊 我 我都沒說 很乖乖的 我覺得泡太久很軟 很影響口感 可是剛剛放下去太硬了 我也覺得太難咬 所以我覺得還是要放進去以下 就會最好 不知道三星期給一分數 一、二、三 五顆星 誰給最低啊 好 馬上進入下一款 Coco Crunch 餅乾口味的玉米片 好可愛喔 它就是一個五尾熊的一碗 好 加牛奶吃吃吃 Coco Crunch是目前口感最扎實的 飽足感會超強的 巧克力味很香 裡面有巧克力 因為有百片這裡面有夾巧克力 只是夾就比有巧克力 好可愛喔 好可愛喔 它味型很陶食 包裝也不錯 可以單吃 因為它味道夠 還不錯 十多餐給分數 一、二、三 四顆 來吃下一個 差不多類似 一個是Coco 多個脆 多骨營養 白年古路找餐專家 我必須說我自己不太喜歡吃隔整的 不然是圓餅 因為吃到的 量到嘴裡不是最多 最爽的 因為這裡是塞嘴裡 我看就塞個十幾分 差不多 它餅乾還有一個巧克力 我還有一個那種 超有手上的那種 餅乾的那個味道 有經理講的 它餅乾跟玉米味又更重了 小時候的心情會被這個影響 如果爸媽還做 到吃完之前 我都會很難做 我們一定要吃完 才可以買下一包 我爸媽就是要 小朋友喜歡吃生意 不然他會噴你 給分 1 2 3 3分而已啦 跟第一款的分數 我覺得應該不像上下的比 那麼就是 最後一款 烘調野莓 大家應該小朋友也不太喜歡 它看起來就是 比較古物類 很像在吃石頭和流沙 我們有買了不同口味的 我們先來吃看看這個 黑巧克力塊 加上天然苦果烘烤 有大顆的配料 加優格或牛奶 然後再切一點水果 我放在一旁 完美的優格老餐 就出來 它這個 好像吐司油 怎麼樣 好硬喔 太硬了是不是 好健康的味道 不好吃而已 對 像說一個男生很讚 你就是長得夠酸 很像東東會吃的 你有點酸味 你們應該覺得那個酸不是緊手 我覺得那是合理的酸 那不是壞掉 它所有它的原汁原味 你看我應該不會買的 你們臉都很臭 狗屎味道 所以你吃過狗屎 或吃過狗屎 我吃過狗屎 不到三點分 一二三 哇 分數更低啊 這 要你們每天吃這個一個禮拜 你們覺得這蠻好 我覺得這是一個修煉 你們要不要試試看 有 我覺得這蠻好 我們在吃另一團好不好 健康類的堅果系列 看起來好像爆米花 它有點像是蠻好 很難吃喔 我才會覺得它淡淡的甜 它不是一開始就讓你覺得甜嗎 那你會吃虱花泥 你會吃虱花泥 虱花泥的味道 好 主要是給它一個分數 1 2 3 3分 差不多 都是很普通 它們的分數你們都給很 耶 今天大家吃完這些玉米片 你們覺得哪一款最好吃呢 1 2 3 我也是選蜂蜜 你覺得蜂蜜的贏了這一個啊 對 它味道比較重 要憲哥一點 因為加熱是竟然沒有勝出的 妹妹選這個 為什麼 它裡面就有巧克力 超好吃啊 以上是今天的影片 看完這支影片的大朋友小朋友 你們就知道 買拿機種 比較不會累 希望我們在開箱市場哪個食物 再來告訴我們大家的IG追蹤一下 我們下次見 掰掰 第二款我們要來吃的是 Honey 那個玉米這有鐵 什麼啦 你覺得 什麼啦 nearer 有鐵 還會 有鐵 有鐵 寄 有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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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鐵